目前大家知道到了四月底五月初 那么现在是有一个小的 有一个位置 一个小高峰 这个小高峰确实是 是我们预料到的一个成人 而且有不少的我们的同事们 以及不少的老百姓又得了二次的 第二次得了阳性 尽管大多数的人 绝大多数的人 二次阳性比第一次是轻的 但是也有少数的人 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人 还是重的 怎么保护 一个就是研发更加好的疫苗 特别是对XBB这一类 现在在中国也有很多种类 XBB1.1 1.5.1 XBB1.9.1 这是广州比较多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 但是现在已经研发了一些疫苗 是能够覆盖这个 那么有两个已经初步批准 现在还有三四个 等于我讲话会谈到这个问题 已经很快就要被批准 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个准备 第二个我们就要 还要发展一些更加安全的 更加有效的疫苗 我们应该是能够走在国际的前面 炉軒 已经很快立刻了